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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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在是太灵活了 刚才会有个爆爆裹下来 卡斯林现在的蓝量是比较高的 直接去关了 强行去关大眼 再次抓紧掉 再次这个老套路成功 小天还在轮回绝境里面 铁蓝交产线 想强行去换小天 但自己看看铁蓝会不会被卖 铁蓝身上被套里的虚弱 又是瞬间被卖 拿下风能魂 损失一只铁蓝 对RW来说 也就是平成了 鳄鱼过来 三千多 那这波应该是 三千还在拉扯 不平成 觉得有点不稳 因为这边小天就有水 还是先消耗 寒冰有一个塔姆的保护 塔姆有点来不及放眼 还是把真言点下去了 卡斯林先打铁蓝 直接把铁蓝打铁了 后的直接也关卡斯林 后的卡斯林 自己开了个精神所 卡斯林一个R 但是结束的支持 直接被卡斯林一屁股坐死 小天是被勾到 大招吸一口 加了下自己的抗性 卡若交出力的闪现 大鱼跟闪现 一巴掌拍晕在地 卡斯林受到盲死的人头 拿了一个大终结 方PLUS似乎有点翻盘的 这个苗头 这边堆米旋回城 这个能够对我和 以及打野威胁最大的holder 这个目标选择了 非常的正确 斗鱼 在这边垂直缠斗在一起 又是被提摩柱子卡了一下 围义斯给他传了一口 直接一个AQ秒掉 堆米回来了 堆米也直接再踩张无界 纽凯毕说大人搞塔坡 一个大招 想去追无名 远远的一个灯 给他拉了回来 压力 那如果他给压力的情况下 方PLUS可能不急着 动这条老龙 XW肯定要截动了 这边要Rush 可是卡丽丁还在老位置 从后面绕过来 这边鳄鱼进了一个草了 没人发现鳄鱼 这个鳄鱼跟上面 无名铲都在一起 卡斯林下来 再R上去 R现在这个太灵活了 正面又是先打HODE 或者直接拉回来 但是这个堆米 像一条泥铢云乱跑 但是这个可汗 已经被垂直一个线手刀了 瞬间鳄鱼倒在地上 这波索尉丁还被一个轮回截尽给关注 想先斩一个后倒 或者身上有个金身的 一个硬拉 看一下卡丽丁 能不能从人群当中存活 他踩死了一个铁男 自己开了个金身 他活了下来 双方正面要打一把 一换四换四 老龙还在存活 三千多地险 龙要回血了 看看谁能敢去接手这波 左翼是踩了一个金身的 使了一个金身在手上 王森又是找到了一个小天的位置 但是RW这里状态也不好 有可能会双方要打开 有点难 因为胡云币是没有TP了 金身RW这边决策很果断 但是对于方布拉斯来说 肯定也不能愿意给啊 胡云币的位置 还好蓝量比较多 血量不够 蓝量来凑 去摸一个柱子 先卡一下这个位置 六千多地水线 塔姆先要冲前面 他在后面想去保一下林伟祥 但林伟祥的位置并不是好 塔姆自己还吃够了 看一下林伟祥 自己也是捡得下攻击者 无名 还在不能破个瞬间 威鲁斯穿心一剑 秒杀了卡萨丁 卡萨丁呀 亏就亏在 血量过低 最后是体力不知倒在了 威鲁斯剑下 无忧养游击 百步穿羊 今有威鲁斯一剑 终于撑到卡萨丁好的时候 现在又要面临大龙的危险 三千多地前线 喊兵一剑过来 并没能命中 但是我的盲色 先行逞到这条大龙 卡萨丁在三百血的时候 没能秒杀大龙 刚好有兵线 看他东西倒了 这个大刀还捏在手里 他等会儿肯定要瞄准备 看看先进步想 先牵盲僧 方法斯一套技能全上 硬拆RW四个人选择 直接拆夹 哇 那我们恭喜RW在这一场 面对方法斯比赛中 在这个边后三 领先一局 一比零领先 哇 最后一波团战 其实方法斯 已经很聪明了 他们一直在等 那个远古龙buff消失 我一直看着那个远古龙buff 一消失 方法斯直接寻找机会上 看从经济曲线上 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双方是各有领先 只能说这把RW的 就是后期的决策 并没有因为卡丁到达一个16级 就作战能力非常强 而对位经济差 负766 负766 对 他后面装备是劣势一点点 但我觉得他打 这把是打蛮好 输出都打到位了 还是把伤害转换率高 对 17% 还是稳定一下后期 还是发育 哇 那这把方法斯 这种又和上把有点像 但这把前期就没有上把这么弱了 对 这把飞机好一些 而且他打也是奥巴夫 是的 把中野 相较于上把来说 要强势的不少 对 一个是中野的对杠性 要强一些 还有就是下路的 毕竟是毕竟是毕竟 奥拉夫这种英雄 一拿出来 其实在控龙方面 就已经会有些领先了 防止能够直接控到更好些 上面两个 哦 那打招撞来撞去 这边有个大 没有闪掉 没有闪先堵 那这不要死了 那这不应该就跑不掉了 最后是由赛拉斯 收获这条一线 绕后去抓一波 但是自己的位置 直接被眼睛所看见 从一个色体的大招 直接反爆色体 真正的色体 才具有五级 色体开了一个区域红圈 保证他自己的一个车 愣意开了一个闪现 保证大家自己也看看 东云并直接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哈入一个闪现 接回旋梯 直接将其秒杀 两边的中野实现了一波互换 800多的水线 看看峡谷先锋是谁的 男生们应该要先行收到了吗 卡扎直接到后面 立刻被套上了一层虚弱 张书记的闪现 直接想先杀辅助 再杀一下张书记 张书记到龙坑里面疯狂的输出 但他现在输出位置 都有能够让他先行扛复吗 林卫强 到旁边想去找一个吴明 林卫强看看 进去要跟张书记 来一波中级的PK 一个艾卡歇的暴雨 送他走了 那吴明是解了三个闪现 他的血线还在拉扯之中 海克斯闪现下来一个色体 色体想去直接去抱中间的人 但林卫强已经率先被打 在被奥文撞起来之后 被奥文的假拉招 炸去了之后 直接被塞拉斯给收掉 刘金松开了个蓄轰拳 但自己还笑死 顺便气泡睡到之后 主意直接收他人头 这波hold得很乖 还是顺利的把这个中塔拿下 感觉方法是 有点难打了 还是得往后拖一拖 盲松有闪的 直接踢回来 省了一个闪现 瞬间要踢回来刘金松 刘金松把乐意给抱到角落 但是自己还笑死 林卫强这里跟吴明缠都在一起 折返跃远迁回到身边 刚好林卫强陷入了一个昏睡当中 随时灯笼接回来了 哇 盲松闪现去拿红马克军连 年初林卫强再套直落 但应该是不交了 最后是盲松打到这个 这很难受啊 暂时都一拢回又被看到了 谁的龙 先撞一拨 但是自己抢到这个龙 抱回来之后 开了一手金身 随时再一拢 精准命中的贺汗 贺汗叫一拨 闪现这一个假的 大雅来了 一撞撞的 稍微有点的擦肩而过 小天能不能走掉 这位盲松一脚Q住 赶上去吗 似乎不太好 让有盲松的血线 并不是非常的健康 下来也很难打了 对 他们这波已经完成了呀 把这个风楼抢了下来 对 要再拖一条发育 然后下面人不死人就可以 暂时一勾 我直接勾回来了 预判到了可汗 一个意见的一个位置 可汗再开不可阻挡 已经完了 看到下落双人组 这边有点想开 反开到了 反开到了 反开到了一个 看看这里 还要代替再一个暴斋 暴断的是张无忌 张无忌在屏幕的右侧 直接要被秒掉了 阿富看起一个 自己的著称黄昏 暴断一颗没能命中 但是赛拉斯的这个伤害 已经嘴了上去 一个科技能的二段 没能命中 哎呦又被色提 给拉了一下 你拉到了两个人 交出闪现最终一个拍地板 将其拍死 来怎么几个人 把洪子峰两个 堵在了塔下 特寒应该先到 一个洪水 撞起了三个 但是已经于事无捕 乐意开起一个摄像鬼 直接疯狂地盯塔 自己抗性 加了飞起 三个人还是可以 把这个防御塔 给成功带掉 但这个时间 中路都应该在偷塔 被抓体就断了 哎呦都听到了 伤害很足 就被睡到了 最后一个大招 是配合无名的 有点HODER也是 偷了阿温一个大招的 也是可以开箭手 一撞 撞起了两个人 盲森Q到了刘青松 飞机这一开始的正面 直接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刘青松 这波进场瞬间被融化了 盲森收到他的人头 盲森二段踢 要不要踢过去 他身上是有大招的 踢过去 大招要不要踢 暂时还没踢 再Q就看到了可汗 看一下这个会选踢 踢回来一个 原本有不可阻挡的可汗 可汗不可阻挡开完了 自己还是被秒杀 小天安的位置 也被盲森所找到 一个正面气泡 应该是封住了他的走位 开启了这个助生皇后 盲森再次Q过去 再摸队友 自己是来如风 哇 这HODER的Q太准了 蜂蜂地秀了起来 再次找到林伟祥 再次的天脸 连Q五个 HODER这个Q还能中吗 再中 最后是由HODER 收到最后的人头 我的天哪 这波HODER的Q 不好去防守了 飞机已经回去补给了 一个假奥恩的大招 先给用掉 轻薄兵走了 先行多起小龙 趁着中下两路兵戏 还没那么危险的情况下 先动 又是想先Rash 如出一辙 盲森刻到了一个小龙 直接进去想抢 也抱到了盲森的位置 盲森摸眼上去 自己的复活甲 再次没有掉 一个真奥恩 一个大招 大起了一个左翼 盲森再次推回来 再一个回旋踢 回旋踢后来一个堆壁 堆壁率先被融化掉 奥拉夫耶道 已经进入篮森 没有收服和节奏吗 林伟祥叫出大招 再交闪现 再交质量数 已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林伟祥还在往后拉扯 这里总算靠出盲森的第一条命 但是已经被打出团灭 最后剩下一个刘青松 回城 但是一个虎柱 怎么守 守不太住了呀 这波感觉RW可以直接一波 结束掉比赛 RW 这里刘青松出来也不好去守了 周正一下 刚才应该不是团灭 只是打了一个四人的阵亡 那我们要恭喜RW 在这场对阵FORM PLUS的BU3中 直落两盘 把比赛拿下 谢谢RW 哇 今天的RW感觉 有点猛 他们前期优势了 他们也没有说 我和你等小龙 就是每波你的红BUFF 都要和你打一波 对 他会很频繁地进野区做事 也可以看两把红野区 都是被RW给控制住的 是的 还一直给你压力 上一把其实还好 但这一把真的是直接 谢谢